看第九小章 讲这个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 任务和责任 那么就我们就这里面的核心靠点 来做些题目 34题 讲这个项目经理的性质 A 陈茂仁应该向发布人提交 与项目经理的拿两个语效证明 这是我们上课强调过的 一个是劳动合同 一个是什么 缴纳的社保 是不是啊 两个语效证明 B 陈茂仁需要更换项目经理 要提前多少天 通知发布人和监理人 提前14天 那么讲到了更换项目经理 要更换总监提前多少天 7天 对不对啊 C 陈茂仁应该在通用合同条款中 明确项目经理的姓名 职称 注册证书 职业编号等事项 对吧 那么这个对下错 我这个点 我们上习利口的时候 讲错的 还记得不 这是在什么条款里面约定的 专用条款通用条款 是专用条款 这个小细节 大家注意了 这是专用条款 不是通用条款 这我们在上提簿的时候 我讲错了这个点 大家还有印象吗 第一 陈茂仁在接到发布人更换项目经理的书面通知后 应该在28天内 向发布人提出 改进书面 书面的改进报告 要在多少天内 14天内 但是你还要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更换项目经理 是在第几次更换通知 是第二通 第二更换通知书 收到第二次更换通知书后的 多少天内更换 28天内更换 那是28 一定要注意这个小细节 以项目经理特殊情况 需要授权下属 旅行级职责的 要提前多少 提前几天 7天 这个48小时是什么 紧急情况下的 在您施工 还记得不 是不是啊 是FB FB 这个项目经理的这个性质 应该说是每年必考的 主要考这些细节 主要考这些细节 35题 说关于项目经理的地位和作用的说法 正确的有哪些 A 项目经理是工作岗位 还是专业人士的名称 是工作岗位的名称 而我们的建造师才是什么 专业人士的名称 这是对的 A选项是对的 B 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人员 是否能够担任项目经理 由谁来决定的呀 由企业 这个企业是施工企业自主决定 那么C 项目经理是法定代表人 在项目上的代表人 对的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 在国际上 这句话对还是错了 在国际上是不成立的 多数都不是 明白吗 第一 有的人说这个题目没有说国际 没有说国内 那很显然 没有说的话 肯定是什么国内的 这东西不要说的 第一 项目经理在工程师 处于中心地位 这话是对的 那么一 项目经理确实要离开现场的时候 应该取得监理人的书面同意 咱们说同意 一般都是谁同意 发报人同意 你通知可以通知监理人 但是一定是取得 发报人的书面同意 那么SAD SAD 三六题 三六题考的是项目经理的什么 权限或者职责 对不对 那么提到权限 提到职责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职责 去年考的是职责 所以说今年我就把职责 那个题目删掉了 就只留了一个权限 但是你还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提到职责 很多的职责 你根本无需去背 但是要注意其中几个细节 第一个是参与 还是主持竣工验收 是参与竣工验收 对不对 那么还有 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什么 您这个项目的检查 鉴定 还有项目的叫什么 评奖 申报工作 你项目经理是什么指责 是协助还是负责 是协助 包括我们就是有一个叫 缺陷责任期的工作 这个项目的缺陷责任期的工作 表示这个项目已经竣工了吧 是不是竣工了 那么我们原来那个项目经理 是什么指责 还是协助和配合我们这个企业 完成这些工作 明白了吗 这些关键词 但是呢 这里面有些东西 我们讲这个题目里就知道了 那么权限和职责不要互相混 为什么不要互相混 我们职责也有讲一个参与 也有讲一个授权的 还记得吗 还记得不 那我们权限里面有大量的参与 大量的授权 就是这两者的参与和授权 不要什么 不要混 A 主持项目经理部的工作 这是它的权限 B 参与选择和直接管理 具有相应知识的分包人 这是对的吧 C 负责组件 还是参与组件 是参与组件 D 自行制定项目管理机构的管理制度 是在项目是在组织的资助框架下来制定的 不能自主制定 以参与选择所有资源的供应单位 是大众资源 所有资源 是大众资源 FB 今年呢 你要稍微注意下权限 去年考的是职责 他考试嘛 总是大概是这种套路 37题 讲这个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 A 建筑企业可以使用零散工 能不能使用零散工 不得使用零散工 现在 B 劳动合同一时两份 双方当事人各吃一份 对吗 应该要一时几份啊 三份 工地上还留一份被查 是不是啊 C 那是什么 是对的吧 多少工作日内在系统上变更 七个工作日 D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每月结清劳动手工资 对吗 这里面呢 有三个词 哪三个词 核算 支付 结清 多久核算一次 每月要核算 每月要支付 但这个支付不是全部 对吧 但是你每季度要什么 要结清 一是对的 那么选择的是C和E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十小章 讲风险 风险呢 第一个点叫风险量 那个区域图 那个图 大家回去看一看 我给你提一句话 我这个风险 位于风险区域A 我降低 它的损失量 转移到风险区域B 对啊 错 降低的是什么 概率 对不对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看38题 看这个风险等级 还记得吗 说根据什么什么 对于概率等级为2 损失等级为3的风险 应该列为极等风险 上课我们给你总结一句话 345678 你考试的时候 把3和8划掉 3是最高等级 是一等风险 8是最低的 4等风险 对不对啊 那么 然后如果他们的核 是4和5的是2级 6和7的是什么 3级 这就是我们上回来讲过的 讲过的 很简单 那么这个是 他们两者的核是什么 5 那就是几级风险啊 2级选B 二级风险 39题 下来属于项目施工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组织风险的是什么 来 我上课 上课前跟你讲过的 我们怎么去做题 我再给你回顾一下 怎么去做题 对于这个题目 你首先要把什么 组织风险圈出来 然后还要判断 这个题 这个题目考的是哪一个点 这个题目考的是哪个点啊 我为什么给你列了一个程序 就是你做题要按照这种套 这种程序做题的 这个题目考的是 施工风险的类型 对不对呀 那么施工风险类型 除了组织风险 你还要跟其他点要区别开来 除了组织风险还有什么 还有环境风险 还有技术风险 对不对呀 还有经济与什么 管理风险 你只有这样去做题 你才能确定这个题目 我一定是做对了 我才是做对的 A是什么 A是什么 那么资金供应不足 经济与管理风险 我们经济与管理风险 上课讲的是排除法 对不对呀 比管理人员知识能力不足 它是跟什么 人有关 对吧 它是组织风险 工程物资 是什么风险 我上课让您记得两个特地的 还记得吗 技术风险跟什么有关 技术风险跟什么有关 跟我们的技术措施类似 跟勘察设计 跟施工机具 跟施工方法有关 但是唯独有个特例 就是什么 工程物资 是不是啊 是不是工程物资 那么引起火灾 和爆炸的因素 我这个特例也让你记得 它属于环境风险 我们提到环境风险 第一反应就是什么 自然环境 什么地质水温 气氧条件 我让你记得一个特例 叫存在引起火灾 和什么爆炸的因素 它也是什么 环境风险 那这题选择的是B 这题你能选出来很简单 但是呢 你要知道其他的点 四十题 周末投币人在招标工程 开标后 发现自己于报价失误 比正常报价减少了18% 然后被确定为中标人 但是拒绝和业主签订合同 那么这个人采用的风险对策 是什么 是规避 那么除了规避 我们说上取的一个叫什么 风险转移那个例子 你还记得吗 对难以控制的风险 像保险公司投保 属于哪一个对策 是什么 是转移 对的 对的 是转移 对的 是转移 是吧 这个题目选的是什么 规避 这个题目呢 就有点偏向于理解型的考点了 理解型的考点了 这是某一年的整体里面考过的 这个点考的是什么 就是风险对策 有四个对策 规避减刑滞流转移 是吧 四十一体 讲风险管理工作 风险管理 咱们说包括四个工作 一个是风险识别 一个是风险评估 然后风险应对 还有一个风险监控 对吧 这里面考的是什么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很简单 那么第一步是什么 B 收集和施工风险相关的信息 然后是确定风险因素 最后编制什么 风险识别报告 而我们的C是什么 C是什么的工作内容 风险评估 上头给你讲过的呀 风险评估 我们最终要确定风险等级 或者风险量的 是不是啊 但是风险等级和风险量 都是受哪两个因素影响 一个是损失量 一个是什么 概率 对不对啊 所以说C是风险评估的工作 D呢 是什么 风险监控 最后一步的 选择是ABE 选择是ABE 下面我们看十一小章 讲监理 讲监理 监理呢 我们看这个第四十二题 说关于建议工程监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A 我国的建议工程监理 属于施工方项目管理范畴 属于哪一方的项目管理范畴啊 业主方 业主方 它属于工程顾问的一些服务 比监理单位在组织上和经纪上 可以依附于承包方和供货商 对啊 错啊 错 咱们说监理要体现独立性 对不对啊 那么能不能和他的监理对象 有隶属或者利益关系 不能依附于他的监理对象的 而承包商和供货商是他的什么 监理对象 是不是啊 我说了 法规教材也有这个点 法规教材这个点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怎么说的呀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 我们的监理单位不能和哪些单位 有隶属或者利益关系 就是不能合理的什么 监理对象 C 当业主方和承包商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监理机构应该怎么做 我说过了 在维护后面一定要跟哪个单位 一定要跟着业主 因为你首先是要维护谁的利益 业主的利益 但是要不损坏谁的合法权益 承包商的合法权益 这是对的 第一 监理单位仅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那么只对施工质量吗 还有进度资金都要承担什么 这个监理责任 那我尽量会说一句话 没有经过总监的签字 不得不付工程款 还记得这句话吗 所以说你对资金的使用也要承担什么 监理责任 这笔钱你该不该签字 你有这个签字权的 但你该不该签 你不能随便签 选择的是C 选择的是C 那我再多问一句话 C体现的是什么性 公平和公正性 不要跟我猜 不要跟我猜 公平和公正 公平性 以前叫公正性 好像 现在改成公正公平 看一下 我有的时候也会混 讲义上肯定有的 讲义上肯定是有的 讲义上肯定对的 注意要不是公正 以前叫公正 为什么改 它肯定有道理的 明白吗 考试万一体现的是什么性 有公正有公平 你不能给我选错了 考过的 四十三题 根据什么什么 关于监理单位 在安全责任的说法 正确是什么 那这个里面 主要考的两句话 首先是关于隐患的处理 对不对 发现隐患的怎么办 那么是什么 要求试万一整改 那么这个隐患 情况严重的怎么办 停工 报告谁 建设单位 那么如果说你拒不整改 也拒不停工 表示我报告建设单位 已经没有用了 我得要向谁报告 向我们的主管部门报告了 比如说向我们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报告 那么第一次对的 也是考了另外一句话 我们监理单位要审查 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符合什么规定啊 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最要是强制性标准 不是涉及文件 不是推进标准 而是强制性标准 这题正确的选项选低 这个题目呢 是来自于二级的真题 考这个隐患的处理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题目 非常典型的 44题 监理工程师发现 工程设计不符合 工程质量标准的 怎么办 首先呢 把工程设计四个字要圈出来 对不对啊 这个工程设计责任单位是谁啊 是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 是不是监理单位的监理对象啊 不是 既然不是 你只能怎么办 报告建设单位 要求设计官员改正 对不对啊 那么看到这个理念 想到还有一个点叫什么 发现什么 工程师工不符要求的 怎么处理啊 那么就是什么 因为师工不符要求的 责任处理是师工单位 师工单位是监理单位的 监理对象 他有权向师工单位下达什么 工作指令的 是不是啊 那么选择的是 这一题 45题 说下来关于建设工程监理规划的说法 正确的是什么 看到监理规划 你要想到什么 监理实施细则 是不是要想到实施细则啊 那么监理规划是先编的 它是比较粗略的 而实施细则是什么 后编的 监理规划应该在签订委托 监理合同 即收到设计文件后 开始编 对不对啊 对的 比监理规划应该在开工前 报送给建设单位 什么时候报给建设单位啊 是在业主召开 第一次工地会议前多少天 对 前七天 报给建设单位 而哪一个是在开工前 报给建设单位的呀 是实施细则的报送时间 所以监理规划应该由专监编制 应该由 咱们说监理规划有谁来主持编制的呀 总监 而监理 专业建议工程编制的是实施细则 第一 总监理 监理规划应该由总监理工程审批 我们说监理规划应该由谁来审批的 监理单位的技术附责审批 总监审批的是什么 实施细则 那么选择的是A 选择的是A 下面的46题 就问你这个实施细则的编制依据是什么 18年考的是什么 监理实施细则的内容 上个已经提过的 那么今年相对来说 你要注意一下实施细则的依据 编制依据 这两个点都是很偏的点 但它总要考的 那么我们总结过一句话 那个口诀还记不记得了 根据标准两个设计来什么 来规划 有没有监理合同 有没有 因为监理合同是什么的编制依据 是监理规划的编制依据 对不对呀 不是没有它 那么有的是什么 那么就是我说了 根据标准两个设计来规划 那么这个标准 两个设计施组和设计文件 对吧 还有什么我们的监理规划 这里面没有 那你只能选什么 A第一 一定要记得我们上课给你总结的一些口诀 这个呢整个的是我们的第一大章 我觉得这些题目 你不是要会做啊 你不是要做对 而是要做到融会贯通 通过这些题目 把相关点给你复习到位 不是说这题选A 我选出来就很开心 不行了 要把它做通做透 那么第二章呢 讲的是成本控制 那每年考的分值呢 不是很多 大概12到15题这个样子 那首先我们看第一小章 讲这个成本管理的任务 程序和措施 每年两三题 讲到成本管理的 施工成本的组成 有直接成本 有什么 间接成本 对吧 那我问一下 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我们这个施工机械的燃料动力费 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啊 蒙掉了 直接成本吧 它属于燃料机里面的施工机械使用费嘛 施工机械使用费 包括什么 操作人员的工资 包括燃料动力费 小修理费 对不对呀 等等 这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成本管理的任务呢 就是讲成本计划了 成本控制了 成本核算了 成本分析成本考核了 还有成本管理的程序 有了个七个程序 六个程序的 还有成本管理的措施 这些点不要问 都是很重要的点 来我们看第一题 就问你哪些属于直接成本 哪些属于直接成本 你看一下 我没有燃料机 没有管理费 没有直接给你燃料机 那就要稍微稍微再往下再走一层 对吧 那么人料机 咱们什么叫直接成本 它的概念你还熟悉吗 是个程工程实体 或者有助于 个程工程实体形成的费用 什么叫有助于 个程工程实体形成的费用 那就是措施费 那么有没有二十八亿费啊 有的 下面都是建议成本 那么选择的是A 材料的减验试验费是直接成本 减验试验试验试验费 材料的检验试验费是企业管理费里面的 那肯定是什么 进行成本 不要忘记了 48题 关于施工成本核算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成本核算一般以什么为对象 单位工程为对象 B 项目管理机构应该在规定的会计周期 进行项目成本核算 这是对的 C 对竣工工程现场成本有企业的财务部门进行核算 对吗 所以这叫什么 现场成本 那么站在什么角度核算的呀 项目经理部 而我们的财务部门核算的是什么成本 你又没有搞通吗 是完全成本 对不对呀 核算的是完全成本 但你那样说 你大概能做出来 但是总得出来心里面没底 第一对竣工工程完全成本的核算目的在于考核项目管理的绩效 咱们说完全成本 来核算它的目的是什么 来考核企业的经营效益 而我们哪一个是考核项目管理绩效的 就是我们说的现场成本 现场成本 那么选择的是B 这要做通 做通 大家可能你没有坐过我的位置 你要坐我的位置 这些每一个上面的这种动画做起来可烦了 那屁股都能做错 真的做错 就坐不住那种感觉 就像你看树一样 看着就烦躁 49题 49题讲这个成本管理的任务 成本计划是降低成本的指导文件 是目标成本的一种形式 对的 这些点回去都要读一读的呀 可以拿FB可以单独考单选题的 比施工成本计划是建立项目成本管理责任 是开展成本控制和核算的基础 对啊 为什么 来我就问你B选项 为什么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开展成本控制 开展成本控制的前一步只有谁啊 成本计划 上课给你讲过的 他五个步骤 先计划 然后是控制 然后是核算 然后是分析 然后是什么考核 那我再抽一句话 抽两句话 问大家 我们成本控制 控制的是什么 控制的是什么 控制的是实际成本 不要超出什么 计划成本 成本核算 核算 核算什么 核算的是实际成本 核算出来 干什么用 跟你当初的计划成本对比 看看有没有超支 有没有什么 截支 如果超支 截支了 下面还要干什么 分析 分析的是超支 或者截支的什么 原因 他这五个步骤 是有逻辑关系 在里面的 大家把它搞通 那搞通了以后 逼自然而然就对的了 因为你成本控制 前一步只有什么 成本计划 那么计划 肯定是成本控制的基础了 不要说核算了 更是你的基础了 那我就问你了 你核算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不不 核算的目的 第一步首先是干什么 跟你的计划什么 对比一下 对不对呀 C 成本管理最根本 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是成本管理责任体系的建立 这是什么 对的呀 像这些话 你不懂的 你不太平时没有见过的 让你回去把它读一读的 你不要背 第一成本 施工成本偏差的控制 分析是核心 当时我跟你怎么讲的呀 说你这个人很偏心 对不对呀 那么就是什么 纠偏是核心 分析是什么 关键 说你这个人很偏心 那么选择的是低 五十题 就来讲成本管理工作的程序了 这个点呢 我没有很好的口诀 没有很好的口诀 但是呢 有技巧 有技巧 其中呢 你把中间的事部找到 大家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这事部找到 这个事部就如刚跟你讲的那个逻辑关系 在里面的 我们首先是什么 成本计划 然后计划完了以后 成本控制 控制完了以后 核算 核算这里面没有 就不管它 然后是什么 分析 项目竣工以后 还要什么 考核 对吧 这个事部好定 然后呢 最后两步也好理解 我们这个相关的报告 你只有先编制完以后 才能什么 才能归档 是不是啊 那么就是什么 这个好 这个几步定出来了 那么最后最前面两步 我记得跟你讲过一个口 讲过一个笑话 对吧 你现在买个手机 你不能盲目的去到哪个店里去买手机 你现在网上比价 对不对啊 我要掌握它的什么 价格信息 然后好确定什么 不就出来了吗 啊 五二三四一六七八 那选择的是谁 好不好 大家要这样去理解 这样去看它 你不能一二三四六七八 这样背下来 这样背下来很麻烦的 你不要去背 啊 五十一题 那这个点呢 应该说 是每年基本上都要考的点 就是成本管理的四个措施 经济措施 组织措施 合同措施 还有技术措施 对不对啊 啊 这个点 大家看我的讲义上的一个东西 不要看 这个不能仅看这个题目的 因为很多措施之间是容易什么 混淆的 我在讲义里面都给你 容易混淆的地方 都给你怎么了 都给你标出来了 都给你整理在上面的 回去要多看看 比如说一 我就跟你说一选项 啊 或者第一选项 一选项吧 做好施工采购计划 通过生产要求的优化配置 合理使用动态管理 有效控制实际成本 这属于组织措施 还是 经济措施 这是什么措施 这是组织措施 没错的啊 那你看A选项 对施工成本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分析 制定防范性对策 这是管理措施 还是 经济措施 你怎么看 它都不像什么 你怎么看 它都不像经济措施 但它偏偏就是什么 经济措施 是不是啊 我没说错吧 这些点一混淆的地方 图片里面都给了你的 要经常翻一翻的呀 因为这些地方很容易混的 很容易混的 选的是D和E D和E 你看一下B和C 像这些东西 这个题目 这个点 对于在成本管理措施里面 是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一考到 基本上都是多选题 两分你不要吗 平时多看看 就没有大问题 如果你平时看不到位 考试肯定有问题 好吧 下面我们看第二小章 成本计划 成本计划 这里面的点是很明确的 是很明确的 就考的几个点 第一点 我们来看这个52题 说关于实施性成本计划的说法 正确的是什么 看到这个点 就是我说过了 你要知道这个题目 这个点考的是什么 成本计划内心 那么看到实施性 你还要知道 还有什么 跟它这边的点要区别开来 这就是我上课跟你讲过的 要区别于什么 竞争性 执照性 实施性成本计划 是施工阶段的 施工预算成本计划 对而错 对而错 上课跟你讲过的是 施工阶段 施工准备阶段 是施工准备阶段 上课林 说过个笑话 你嘴里面在吃做麦当劳 你还在想 今天中午是去吃这个 逼生客 而是吃去肯德基 就是现在已经想 这东西已经迟了 你想吃什么 那是在吃饭前 想到吃饭的时候 想的呀 那吃饭前要想的 那这个叫实施性成本计划 那你在什么时候就要有啊 在施工准备阶段就要编 还是施工阶段再来编啊 所以在施工准备阶段 施工预算成本计划 B 实施性成本计划 它的编制依据是合同价 对的 那是什么 实施方案 而合同价是什么的编制依据啊 是指导性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 C 实施性成本计划 采用了企业施工定额来编的 这是对的 D 实施性成本计划 是项目经理的责任成本目标 指导性还是实施性 是它的责任成本目标 只指导性成本计划 选C 难不难 那肯定是难的 大家记得了 像哥道 五年前以前考试 考这些点 他怎么考 他就直接问你一句话 比如说 哪一个是项目经理的责任成本目标 A 竞争性成本计划 B 指导性成本计划 C 实性成本计划 那样的考法比这种考法的难度要降低 不知道降低多少倍了 但现在在考到这种点 你不要以为还像以前那样考法了 没有那么痛快的给你考的 没有那么痛快的 总要来设置一点难度 但说你这种点是不是重点啊 那是绝对的重要考点啊 那他要求你继续要达到这种程度 那53题难不难也难 讲的是两个两算对比 两算对比 施工图预算和施工预算 首先呢 咱们书上讲了 这两算对比有几个不同 编制依据不同 适用的范围不同 发挥的什么 作用不同 我说最核心的 大家一定要把哪一个不同理解要到位 编制依据不同 要理解到位 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前者是以什么依据来编的 施工定额 预算定额 企业的施工定额 施工图预算 那是什么 预算定额 那我来问过了 那施工定额的编制对象是什么 工序 这是经纪里面讲的吧 那么预算定额是分不分样工程 哪个划分的更详细更具体啊 工序嘛 所以说我们前者的编制依据 要比贺者的编制要更详细更具体的吧 第二个 我们在经纪里面也说了 施工定额具有企业性 对不对啊 而预算定额具有什么 社会性 所以说我们施工预算和建设单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但施工图预算的有没有了 既适用于施工单位 也适用于什么 建设单位 还有我们在讲课也讲过的 经纪里也说过的 施工预算的施工定额 那是叫先进性 而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叫 预算定额叫平均性 是不是啊 哪个更先进啊 那前者更先进 所以说它的消耗量是低还是高啊 是低的 它是逻辑关系在里面的 哎 那么对不对啊 是对的吧 刚刚说过的吧 B 施工预算是投标报价的依据 施工图预算是企业组生产的依据 说颠倒了 啊 说颠倒了 那么C 施工预算的材料损耗率 人工用量一般比施工图预算要低 这是对的吧 D施工预算的模板 按什么来算 我就问你 那么我们这个施工预算 按照道理讲 它的计算要求精确程度高还是低啊 要高 所以说按照体积算精确 还是按照我们的接触命迹算精确啊 这两个说颠倒了 那么以施工预算的角耳架 根据施工方案确定来计算 施工的预算 以进入命迹为基础来计算 这是什么 对的 SE 那你想这个题目你要做出来 我认为 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能ABC还好一点 ABC还好一点 54题 那这个点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这就是纯记忆型的考点 成本计划的编织依据 那我来选一选 ABDE 回去自己看 55题 来这里面又考了一个排序题 成本计划的编织程序 当时我是怎么跟大家讲的 来第一个 首先是预测项目的成本 预测完以后 你才能好确定什么 总体目标 你是先定目标还是先定计划 我就问你 理解理解啊 先定目标还是先定计划 肯定是先定目标 然后再编什么 这个计划叫什么 总体计划 对不对啊 132 然后我们项目管理机构和组织 组织的职能部门 在编制各自的什么 成本计划 对不对啊 编制完以后 然后你再去什么 再去审批各自的成本计划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中间还夹了一步 叫什么 控制措施 那么132456 132465 那么选择了什么 B 这个点呢 没有太好的口诀的 没有太好的口诀 56题 哪些属于归费 那讲到这个归费 我必须要强调 不要跟食物就在混淆 我们这个管理和经济里面的归费 只有几大项 只有两大项 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 那么住房工艺金 工商保险费 养老保险费 对不对啊 选择是什么 BCD 那么教育费加和劳动保险费 都属于什么 企业管理费里面的 企业管理费里面的 考了这些点 大家呢 对这些 就是简单说 兼费的组成 大家要什么 要熟悉 对不对啊 啊 57题 考的是什么 时间成本 累积曲线 就是S型曲线 考到 讲到S型曲线 我再问大家 那么每一个节点 对应的成本值 那是累积值还是局部的值 是累积值 不要跟另外一种编制方法混淆 另外一种是什么 按月成本计划 编制方法 那上面每个节点 对应的钱是当月的 还是累积的呀 当月的 对吧 那两个图 再提顾讲解的是讲过的 那么我们充实课就要突出重点了 不可能再跟你泛泛讲那些点了 那讲到S型曲线 所有工作都按最迟开始间开始 大家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就是所有的工作 我们是拖到不能再拖再开始的吧 那前期干的工作多 而后期干的多啊 后期多 前期少 那么还款期限短还是成了 那就短了 对节约资金贷款 利息是有利不利的呀 是有利的 是不是啊 是有利的 对吧 那么哪个是对节约资金贷款 利息是不利的呀 所有工作按什么开始 最早开始是有利的 而是是是不利的 那这样做呢 咱们说你所有工作都按最迟开始 也有一个坏处的 就是什么 降低了整个项目 按期竣工的保证率 对不对呀 你所有工作按最早开始 对节约资金贷款利息是不利的 对不对呀 但是对一个 有一个是有利的 就是提高了整个项目 按期竣工的什么保证率 上课我们给你总结过一句话 这个累计曲线揭示了一个规律 就是成本跟进度是矛盾的 还是统一的 是矛盾的 你想赶进度 得要投入成本 就这意思 C 那么我刚说过了 那是错的吧 是提高的 C 项目经理通过调整关键工作的开始时间 将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 调整什么工作 非关键工作 不要跟什么混淆 我们第三大章讲工期优化的一个点 不要混淆 对不对呀 那个是压缩什么工作 关键工作 第一 所有工作都按最时刻开始降低了按期讯文的保证率 这是对的吧 选低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小章 成本控制 那这一章呢考的点比较多 三到四题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第五十八题 不要问 必须是重点 成本控制程序 A 施工成本管理体系 由社会有关组织经营评审和认证 有没有 来 这个叫管理体系 我们整本教材里面讲过五个管理体系 这是第一个 质量里面有两个 质量里面哪两个 一个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ISO9001 那是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还有一个叫项目质量保证体系 第五大章出现两个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 还记得不记得 这里面有两个体系是没有第三方的认证的 哪两个是没有的 这是管理一个 还有项目质量控制体系 是不是也没有啊 其他三个都是有的 有我们企业自己评审 自我评审 第一选项 要做好施工成本过程控制 必须制定规范化的过程控制程序 这是对的啊 你不这个这个 你要不确定你在读C吗 C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是成本过程控制重点还是基础啊 指标控制程序才是什么 才是重点 第一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和指标控制程序是相互独立的 那上课我们讲过的是相对而相互独立啊 是相对而相互啊 是相对独立 不是相互啊 是相对 一定要注意了 又相互制约 相互补充 又相互联系等等 选择是B 选择是B 这也是做单选题的时候 如果说B选项你没有把握 那么就放一放再继续往下读 59题 讲这个成本控制里面的材料费 咱们说材料费和人工费的控制都使用什么原则 量价分离 A 说材料费的控制就是控制材料的价格 那相对于A选项 如果说你不够理解 不够深入的话 你考试根本就不知道他对于错 你就很纠结啊 你就很纠结 A对还错啊 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要实行什么 量价分离 我上课没给你解释吗 什么叫量价分离 既要控制用量 也要控制什么 价格 你不能只控制价格啊 对不对 这个道理 所以A对还错了 错 你也要控制他的什么 用量的 比按照分享工程实行现有领料 以施工专对对象进行 上课听我跟你分析 我是这么跟你讲的 分享工程 分布工程 单位工程 哪个最大 单位工程 哪个最小 分享最小 对不对啊 那我也跟你说了 我们有班主 有施工队 有项目部 哪个最大 项目部最大 班主是什么 最小的 他们是一一什么 对应的 那么所以说 分享工程应该以什么 班主为对象 实行现有领料的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施工专业队 应该是什么施工的时候 以他为现有领料的呀 是分布工程 但我们书上 他没有讲分布工程 他说的是什么 工程部位 是不是啊 我怎么给你解释这个点的 我说分布工程的划分 依据是什么 还记得吗 工程部位和什么 专业性质 明白了没有 那所以说 他本质上就是以什么 分布工程 为对象 实行行业 好不好 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说 稍微理解一下 这种点 你不能实际性费的 谁对没有消耗定额的材料 实行计划管理 和按指标控制方法 是对的 第一 钢支钢瓶 可以实行总量包干 对还错 对的吧 因为是明星的小型材料 我们可以实行什么 包干控制 以材料价格 由项目经理部控制 对还错 有什么 那么材料的采购部门 这个采购部门是企业项目部的呀 那肯定是什么 企业的 你想想 如果企业把这种采购权下放到项目部 你的项目部的人都不愿意回单位 都油的肥的流油了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个材料的采购部门 那肯定是企业的啊 那选的是C和D 选的是C和D 第六题 那不要说 这题目我改了一下 我改了一下 这个点呢 考的是什么了 赢得执法 讲到赢得执法 大家请听题 请听题 有三个参数 但是不包括哪一个参数 不包括哪一个参数吧 他有四 他按照道理讲有四个呢 对吧 因为你两个单价 两个那样吗 两两组合应该有四个参数 对不对呀 但他现在只有三个参数 没有哪一个参数吧 计划工作 实际费用 最简单的吧 没有这个参数啊 来第二个 我们有四个指标 是不是啊 这个点我们讲了好多遍了 就是费用偏差 和进度偏差 费用绩效指数 进度绩效指数 那么有四个评价指标 四个评价指标 我不管你哪个评价指标 你们第一个参数 都是什么参数 以完工作 预算费用 那我们双课给你分析过了 我现在来分析费用 本质上比的是单价还是量 分析费用比量还是比单价 比单价 那么量是不变的 就是以完工作 四个字是不变的 那就变成了以完工作 实际费用 对不对呀 那么进度绩效指数 那么是拿什么出什么 以完工作 预算费用出什么 那么进度绩效指数 那比的是进度 比的是量还是比的单价 比的是量 单价还是预算单价 是不是啊 那么量从以完工作 变成了什么 以完工作跟实际工作 有区别吗 计划工作 对不对呀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计划月工程量是两千八 预算单价是二十五 到月末时 以完的工程量是三千 量变多变少了 变多了 变多了以后 进度提前延误了 提前了 那么实际单价是二十六 单价用多了吧 费用超级解制了 超级了 A 说进度偏差 等于负的五十万 其实这个题目 根本不要算 A肯定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算过了 进度是提前的 你提前不可能是小于0的 对不对呀 那肯定是大于0的 好我们算一算 那么进度偏差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减去什么计划工作 预算费用 是不是啊 那么也就是二三 三千乘二十五 减去两千乘二十五 应该是挣的五十万 应该是大于0的 对不对呀 那进度是提前的 那费用偏差 他说是负的 0.3万 对啊 错呢 那我们就算一算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减以完工作什么 实际费用 那是对的 B是对的 超支了 负0.3是超支的 对吧 C进度绩效指数 小于0 其实我不要算了 肯定是错的 应该是大于 小于1 应该是大于1的 第一 费用绩效指数 你是什么 超支的 超支的怎么可能 大于1呢 肯定是什么 小于1的 但是呢 我都给您算了一遍 回去呢 稍微看一看 选择的是B 这是考赢得执法 最基本的题目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然后61题 上课我们讲过 这个题目的 但这个题目呢 还是比较典型的 我还给你讲一讲 就问你这个 Data是什么东西 这个Data是什么东西 这个Data是什么东西 上课我是这么 给您分析的 这个是哪两个参数 一个是计划工作 预算费用 一个是以完工作 什么预算费用 它们两者是什么不同 量不同 还是单价不同 量不同 量不同只能得到什么 进度偏差 要么是进度的严物值 要么是进度的什么 提前值 那么下面 我们又怎么分析的 我是这么跟你讲的 这两个参数 对应的钱 是在同一水平面的 都是一样多的钱 明白了吗 因为我们重坐标是费用 横坐标是什么 时间 你们对应的费用 如果都是100万 但是您这个计划工作 预算费用在前 就是按照计划 我一月份要也把100万用完 但是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把100万用完的 在二月份才把预算的100万用完的 是不是啊 那表示您这个实际上 你一月份有没有干到100万 没有 那么进度提前延误了 应该是进度的延误值 要会分析 不要考到另外一个题目 你就不会分析的 你要会分析的 62题 啊 来 不动 不慌 不慌 请听题 同志们请听题啊 就看这个图 来 就看这个图 当然了 这样这样分析就不是这样分析了 请听题啊 把这个改掉 这个参数改掉 叫以完工作预算费用和 我的计划和以完工作实际费用 它的数项 它的垂直数项的距离表示的是什么 是费用偏差还是进度偏差 费用偏差 明白了没有 因为我刚给你说的两个参数叫什么 一个叫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一个叫以完工作实际费用 你只能得到什么 但是是水平偏差还是垂直偏差 来 题目又来了 我给你换一个 来 请听题 就是以这个题目可以扩展到很多题目 请听题啊 叫以完工作预算费用和以完工作实际费用的 什么距离表示的是费用的累积偏差 A垂直距离 B 水平距离 是垂直在水平啊 是垂直 但是我们这两个偏差是什么距离表示的是进度偏差呀 水平 这题目就很难很难了 就很难很难了 对不对 好 又是二题 将赢得执法和曲线的特征 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上课讲过的是三个曲线靠着什么 很近平稳上升 表示偏差很小 计划跟实际基本上是一致的 比进度费用绩效指数 看到指数 它是绝对还是相对偏差 它是相对偏差 对吧 相对偏差 结果直观不直观 不直观 那么绝对偏差才是什么 直观的 比如说我告诉你 费用偏差是负的五十万 尚给你举过例子的 什么意思啊 负的五十万 我知道费用是超支的 对吧 我不仅知道超支 还知道超支了多少 五十万 这叫直观 而我们的相对偏差是不直观的 所以在不同项目之间做偏差分析的时候 那么用什么东西去分析 是绝对偏差而相对偏差 是相对偏差 那么也就是用什么 费用进度极小指数 而我们的进度费用偏差指标 只能对什么项目做偏差分析 同一项目做偏差分析 因为它有局限性 第一 同一项目采用费用偏差和费用极小指数 进行分析结论是什么 一致的 对还是错 对的 你费用偏差算出来是截支 你费用极小指数算出来不可能是超支的 明白吗 这个是这个意思 以进度偏差是绝对偏差 那么绝对费用大 表示项目偏差 偏离程度越严重 对还是错 是对的 ADE 基本上呢 应该说把核心靠点 命运给你据到了 又是三题 讲这个偏差分析方法 来 比如说看到这东西 那你第一反映出来 就是我们成本偏差分析方法有三种 对吧 横导图法 曲线法 还有表格法 是不是 那么他们三者的特点是什么 讲记里面给你列的好好的 但是我们看这个六十三题 说横导图是进行偏大分析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最常的是什么 是表格法 比横导图法形象直观一目了然 对吧 能够反映出什么 它的绝对偏差 但是反映的信息量较大 较少 较少 所以说只能在什么中应用 较高 管理层中应用 而哪一个反映的信息量较大呀 表格法 那么一也是对的 那就是BDE BDE 六十四题 我们来讲这个曲线法 这个点呢 我们上课讲过的 讲过的 但这个点呢 考的题目 还是 它的考的内容还是挺多的 它掺杂了这个曲线法 还让你来根据这个参数分析 要来进行分析 首先呢 我们这样来看 首先这样来看 就是我们这两根曲线 大家看清楚了 这两根曲线比的是什么 这两根曲线比的是什么 是什么 他们单价不同 是不是单价不同啊 得到的是费用偏差 对不对呀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垂直还是水平距离呀 垂直距离 表示的是费用偏差 那么费用偏差 我们拿什么减什么 拿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减已完工作时期费用吧 就是五十减六十吧 是五十减六十 那么那里是小于你的 请听题 小于您就意味着成本是超值还是截值 超值 投入是超前还是滞后 声音少了一点了 是超前 上个跟你说过了 这有点相反的意思的 你的效率高还是低的 我说效率高低 看的是费用偏差 你费用偏差小于您 效率高还是低啊 低 一定注意了 效率是低的 如果费用偏差大于您 费用是什么 截值的 但投入什么了 之后了 效率就是什么 高的 好 这个题目呢 费用偏差是小于您的 那费用是什么 超值的是对的吧 我们先把能分析的分析出来 好不好 那么效率高还是低啊 那是低的 投入超前之后啊 是超前的 好 然后再来分析下面两个曲线 这两个曲线 那是什么了 那是进度偏差 那是不是进度偏差了 那么进度偏差 大家看清楚了 那么是什么 拿50减40等于正的10万吧 那是大于您的 那么既然大于您进度较快较慢啊 较快 那么所以说B也是对的 那选择的是A B E 对于低这个选项 上课的时候 我再三强调 那么这个选项 没有很好的规律 明白了吗 你效率高的时候 可能我仍然还需要增加人员 明白了吗 也有可能会减少人员 明白吗 这个点没有很好的规律 所以说这个点 我没有让大家去看 考试考到怎么办 如果说你已经能够 确定有两到三个选项了 这一个选项不要碰 明白吗 除非你确定什么程度 我A B C A B C E里面 我确定只有一个对的 那么你可以选低 明白了吗 一般情况不要碰它 因为没有没有太好的规律 65题 这个点考的是 费用偏差的原因分析 费用偏差的原因分析 请听题 请听题啊 协调不佳是谁的原因 感进度是谁的原因 图纸提供不及是谁的原因 场地提供不及是谁的原因 还记得怎么给你总结的 找直接的责任者 这个图纸是谁提供的 那就是谁的原因 进度谁来实现的 谁去赶的 那么材料代用 谁去代用的 对不对啊 场地谁提供的 对吧 但这里面有一个点 叫协调不佳 一定主意了 不要认为是施工单位啊 那是业主原因 那是业主原因 这个地方考的是客观原因 那客观原因 那么就是选低 还有一个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嘛 都跟什么有关 跟钱有关 低法规变化是客观原因 当你做不通这个题目的时候 回去看看那个点 看看他们相关的考点 下面我们看这个第四小章 成本核算 第66题 那就是比较难的一个题目 让您核算直接费用和什么 间接费用 那讲一张有自治点 什么叫直接费用 就是人料机和其他直接费 对吧 间接费用主要是一些什么 管理费用 主要是一些管理费用 为了项目的施工管理 而发生的一些费用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钱 你加的时候掌握不牢 就容易晕乎晕乎晕乎的了 这个钱该怎么加 对不对啊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的能够确定直接费的 好 我们先把好确定的确定下来 人工费 还有什么 材料费 对吧 这个615 那肯定知道是什么 是直接费 那么还有呢 那我这个 那我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50万算不算呢 算不算 这个50万 跟这个5万 策略费 不要混淆 这两个策略费 有何不同 我前者的策略费 在讲义里面 我给你明确标出来了 这个策略费是为了订立 某份合同 明白了没有 能够准确计量的 明白了没有 那就归到什么费用里面去了 叫其他直接费里面去的 明白了没有 那这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就是直接费 就是600加15加50万 665万元 那是什么 直接费 而我这个管理人员工资98万 不要说肯定是间接费用 还有我这个一般的策略费 也归到什么 间接费里面去 那就是103万 这题目考的是直接费用 那应该选多少 665 665 好不好 通过这个点 通过这个题目 把这个点给我掌握到位 来下面67题 讲成本核算的方法 有两种核算方法 一种是会计核算法 一种是表格核算法 我们上个说了 表格核算法是业余的方法 会计核算法是什么 专业的一种分析方法 核算方法 那那是对的吧 是不是对的 我们说财务部门谁在那边上班 会计上班 所以说一般用会计核算法 比人为控制因素大 影响因素小 因素小 因为我们上课说过了 是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的 对不对呀 人为控制因素小 表格核算法才是人为控制因素大 因为你是不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谁主要用于进行工程项目成本核算 对啊 错啊 是对的 又又搞错了 那点和点之间容易糊了 对不对呀 我们表格核算法是用于什么 岗位成本的核算 这是对的呀 第一核算的覆盖面光是对的 以简单易懂操作方面 对啊 错啊 错 这是什么的特点 表格核算法的特点 我们会计核算法 那是什么 科学严密 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经验要求什么 高 那么选择的是SAT 选择的是SAT 下面呢 我们看第五小章 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 来第一题 68题 讲成本分析的依据 讲到成本分析的依据 有三个核算 叫价值核算 不不不不 业务核算 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 对吧 哎 统计核算 可以用食物量或者劳动量计量 对啊错啊 那么这里面就要看到C选项这句话了 C选项 书上怎么说的呀 说统计核算的计量尺度比会计核算要宽还是宰啊 要宽 会计核算 那你要知道 一般是用什么货币去核算的 对不对呀 我们书上统计核算说 比它要宽 不仅可以用货币 也可以用食物或者什么 劳动量 你看像这种点 你平时不注意 考试考到你真的是无从下手的 你无从下手的 无从下手 B 业务核算主要是价值核算 我们说了什么核算是价值核算 会计核算是价值核算 那么D 刚说过了 D 会计核算可以对上位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那那话咋说的呀 叫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 只能对什么经济核算 已发生的经济活动核算 而哪一个可以对上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 经济核算 业务核算 所以说业务核算的核算范围要比会计统计核算要什么 要广 你看这个题目的量 知识量有多大 有多大 选择的是A 除非你考试说我一定看到A肯定是对的 那你除非你自动肯定 BCD你可以不看 但是你只要看 我告诉你 你头脑跟不上这个题目运转的时候 你头脑就容易糊了 就开始晕了 几题一做就没感觉了 就没感觉 真的就没感觉了 六十九题 六十九题考的是什么 成本分析的步骤 成本分析的步骤 我们总结过一个口诀 还记得吗 叫方言你有因果 对不对 方言你有因果 方言的方是方法的方 言是信息的一半 方言有因果的理是处理的理 因果的因是原因的因 果是结果的果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很简单了 选择的是什么 是不是二一五三四 二一三五四 记得这些口诀 记得这些口诀 七十题 考的是概念 我这题目里面不仅是都是难题 还有一些概念题也有的 这个点该怎么考就怎么出的这个题目 七十题是什么方法 来你要让我说这个题很简单 我看到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 对比 那就是什么 比较法 那么看到比较法 你要想到另外一种方法叫什么 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的概念 你仍然要注意 他也容易考选择单选题的 是用来分析各种因素对成本的什么 影响程度的 选择的是低 这是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你还记得吗 我们来分析各个因素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它的概念的话 你想想它的计算过程 是不是啊 什么产量了 单价了 损耗率了 对成本的增加的影响程度 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啊 比较法 是通过技术经营指标的对比 检查目标完整情况 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其实一体 考的是什么方法 差额分析法 差额分析法 我这是第三次跟你讲了 这是第三次跟你讲了 差额分析法 差额分析法 我们说到有一句话 也叫因素分析法的简化形式 是不是也是因素分析法的简化 是因素分析法的简化形式吧 那意味的就是因素分析法 跟我们的差额计算法的计算 思路是什么 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 那这个表格 我再带你走一遍 这个表格 最后一列 最后一行叫什么 我们成本的降低额 当时我计划降低多少 66000 这个66000是怎么来的 你一定要了解 它的过程是怎么来的 拿220成多少 3% 是不是啊 我目标降低额 是不是66000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 我成本降低额的高低 受几个因素影响 两个因素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降低率 对不对啊 但实际上呢 我们这两因素 是不是都有变化了 导致了你们两者相乘 我实际的降低额是 84000了 是不是啊 比我当初估计计划的 66000增加了多少 18000 这题目想问的是什么 你们这两因素的变化 各自为18000 贡献了多少 明白了没有 下面我们怎么做 我们说了 它受几个因素影响 下面就来 一次带换什么 这两因素吧 先带换什么 成本 是不是带换成本 把220换成240 你的这次次变成了72了 所以说成本的增加 是降低额增加多少 72减什么 66000 增加多少 0.6万 如果是考试的时候 这题目到此就结束 就不要算了 为什么 有的人说老师不对啊 你这次我们这个题目 问的是降低率 你这次才算出来成本啊 是不是啊 为什么不要算呢 因为你总共是18000 18000 减这个0.6 是多少啊 12000 如果考试的时候 算到这一步就可以不算了 但是呢 我们平时复语的时候 还在往下算一步 这次要带换第几个因素了 第二个因素 降低率了 但是带换第二个因素 那你要注意了 是在双块一双块一段带换的 双块一双块 双块二 就是成本不要动 240不要动 把3%换了多少 3.5% 然后这是 8万4 再减什么 7万2 那也是多少 1万2 那这题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的是B 是不是啊 这种计算过程 你要把它能够掌握 差额分析法掌握了 我相信 因素分析法 是不是更简单了 我就不跟你举例子了 好 72题 也是一个重点 关于分不分享工程成本分析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是不是分不分享工程成本分析 是不是对的 对不对啊 对的啊 B 分不分享工程成本分析的对象 是所有已完成的分不分享工程 那大家注意 你首先是得是已完成的 没问题吧 但是不是所有的呢 那是主要的分不分享工程 那些微不足道的 那么不需要进行 C 分不分享工程成本分析的预算成本资料 来看到了这东西了吧 我们分不分分享工程成本分析 要进行三算对比分析的吧 哪三算 一个是预算 一个是目标 还一个是实际成本 对不对啊 那我们很容易混淆 预算成本的资料来源 你很容易把它当成施工预算 是不是啊 为何 因为你们都有哪两个字啊 预算两个字 读起来很顺啊 但它偏偏不是 我们预算成本的资料来源是投标报价 一定要记得了 我们的目标成本的资料来源才是什么 施工预算 这题目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都是针对你容易搞错的地方 选A 但是考到分不分享工程成本分析 必须要出现BCD 类似的选项 这是必须的 不要问 是必须的 必须的啊 因为他这个点就考了这些东西 那73题 考的是什么点 我们价格或者用量 对财务费的影响 考的是这个点 这个点大家记得怎么做的吗 还记得怎么做的吗 你看到我这个背景里面 有两个单价 计划单价3500 那么实际单价是4000 计划用量是5000 实际用量是5500 他现在问你什么 价格的变动 那价格变动很简单了 括号里面肯定是两个价格相减 对不对啊 然后乘上一个量嘛 是不是乘上一个量啊 现在问题又来了 我这个前面的价格 是什么价格减什么价格呢 是实际减计划 计划减实际呢 对不对啊 那后面这个量是计划量 还是实际量呢 因为有两个量啊 你想一想 你既然要分析价格的变化 对费用的影响 我最后肯定要看实际量 看计划量啊 你想想看 看计划量实际量啊 你用计划量 你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啊 我实际没有用那么多量 我用的是5500 对不对啊 你肯定是什么 记得了计划减实际 乘上什么实际 就行了 计划单价减实际单价 乘上实际用量 那就负了275万 选择的是低 74题 74题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一个叫什么 让您计算成本的支出率 成本的支出率 很简单 你肯定要看实际 要看计划的 都是要看实际的 简单说 分子上肯定是支出 分母上肯定是收入 对不对啊 支出率支出率嘛 你不可能分母上面是收入 分子上不可能是收入 对不对啊 那么两者都看实际的 就往里带嘛 那么我们的 呃 计算期 计划 工程款收入250 但实际收入多少 220 实际支出是119 计划支出是150 那就119 比220 那么得到54.09% 选B 选B 这个点呢 是您一起 一期念考过的 一期念考过的 第75题 大家看到了 74题 你往上看这个知识点啊 我今年就没有跟你举 说我们的专项成本分析内容 什么工期资金呢 什么盈亏异常分析了 我就没跟你举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没有举啊 为何没有举啊 去年考过了 哪怕他再考专项成本分析 他不可能还是用去年的那种套路 他要考你们那些细节了 标题去年考过了 像去年我就给你举那个专项成本分析 包括什么内容的 那么75题 下列指标中 属于企业项目 施工成本考核的指标 是不是两个 成本的降低额和成本的什么 降低率 这个点最近是考的应该是15年 最近是考的是15年 好吧 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二章内容 第二章内容